这次哈马斯大规模立体突袭以色列 被称为中东的珍珠港事件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可以预见 随着巴以冲突战火不断蔓延 没以在中东呼风唤雨 横行霸道的好日子结束了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巴以问题 美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反美浪潮 以色列也将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过日子 长期以来 美国通过在中东驻军石油绑定美元 制造矛盾冲突 无底线偏袒以色列等手段 让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过着太上皇般的日子 中东地区发生的小问题 由以色列出面收拾 大问题 美国亲自出马摆平 美以联手牢牢控制着中东阿拉伯国家 但是 为什么目前形势会急转直下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敢于主动出击 以前所未有的火力 齐袭以色列 概括起来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实现了世纪和解 团结的阿拉伯世界更有力量 在历史上 曾经比较团结的阿拉伯国家 都无法战胜美国支持的以色列 更何况长期以来 美国为了维护其称霸世界的地位 不断利用教派矛盾分裂和制衡中东国家 使他们的力量进一步减弱 使得美国指使的以色列在中东 拥有碾压阿拉伯国家的实力 但是 逐步觉醒的中东地区各国的政治家们 逐步认清了美国和以色列分而置之的 以阿治阿战略图谋 让他们永远成为服务于美国霸权的代载飞扬 永远成为被以色列军事强权压制下的二等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 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斡旋下结束了世纪恩怨并建交 也成功地带动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浪潮 如今 越来越团结的阿拉伯国家 越来越展示出整体力量 在构建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巴勒斯坦的相关组织积累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以至于主动发起了50年来对以色列的最严重的突袭 用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对巴勒斯坦的长期镇压 更为主要的是 阿拉伯国家基本上或明或暗地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 就连亲美的沙特阿拉伯 其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公开称 王国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体面生活的合法权利 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愿望 并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二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内乱 让哈马斯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巴以冲突 以色列都是以碾压优势按着巴勒斯坦打 以色列基本上都是毫发无损 而巴勒斯坦每次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最近 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内政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问题 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越来越近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抗加剧 尤其是特朗普和拜登竞争激烈 相互攻坚 都试图置对方于死地 美国刚刚临时缓解了因两党内斗造成的 政府31.4万亿美元债务违约风险和政府关门危机 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罢免众议长麦卡锡的事件 美国内政焦头烂额 再看看以色列 从2023年初 内塔尼亚湖政府宣布启动司法改革开始 相伴而来的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抗议示威浪潮 从1月7日的200人到3月25日的63万人 反对声浪一发不可收拾 美联社指出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之一 这次游行不仅仅包括反对内塔尼亚湖的人 其实是各个政党 各个党派从左到右的人都有 因为以色列绝大部分人认为 这次司法改革有可能会动摇以色列的国本 再加上美国和以色列对以色列改革问题也产生了分歧 巴勒斯坦的各个武装派别 看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复仇机遇 积极筹备并严密实施了这次50年来最大的对以色列的立体突袭 三是中东地区深受其害的国家和组织 不愿意看到再次被美国分化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现在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们深知 虽然中东地区油气资源丰富 但是总有资源枯竭的那一天 这是中东国家的未来之忧 中东国家绝对不能再以牺牲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利益 去满足美国霸权要求了 必须为中东的未来发展进行合作 但是团结的阿拉伯世界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是玩战略制衡手段的顶尖高手 一方面紧紧拉住听话和服从美国战略安排的国家 一方面利用一切手段打击和制裁那些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 诸如伊朗 伊拉克 黎巴嫩 叙利亚 巴勒斯坦等 同时通过让亲美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 进一步孤立那些反美国家 从而进一步加深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 特别是近段时期 中东的和解进程明显加快 深受美国制裁的国家都看到了中东和解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 尤其不愿意继续让美国的黑手干涉中东事务 制造矛盾 破坏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 有些国家和组织 看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任务没有完成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美国企图主导以损害阿拉伯国家整体利益的方式与以色列改善关系 这是阿拉伯一些国家和组织不愿意看到 更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采取各种方式 破坏美国的企图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是俄罗斯乐建能够开辟第二战场 以减轻在俄乌冲突中的压力 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试图在俄罗斯周边开辟第二战场 以牵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无论是波兰、立陶宛、拉托维亚三国与白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 还是俄罗斯在纳卡地区的维和部队屡屡遭袭 美国支持以色列轰炸叙利亚 都是试图将俄罗斯拖入第二战场 俄罗斯当然对美国的企图心知肚明 俄罗斯又何尝不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达到唯卫救赵的目的呢 当前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策划了巴以冲突 但是俄罗斯乐见巴以冲突却是真实的 巴以冲突给俄罗斯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好处 一个方面会大大减轻在俄乌冲突中的压力 中东地区对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尤其重要 突然爆发的巴以冲突 必然会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改变俄乌冲突的胶着状态 另一方面 中东地区的动荡势必推高石油价格 打高油价非常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这次巴以冲突蔓延 也彻底打乱了美国在中东针对中国的布局 粉碎了美国的三个企图 一是打乱了美国试图破坏中国在中东外交斡旋成果的企图 年初 中国在美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功地完成了斡旋杀衣和解和建交 这让美国如盲在被 破坏中国这一外交成果成为美国的既定战略 美国深知 虽然沙特和伊朗完成了建交 但是由于两国积怨太久太深 再加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 沙伊关系仍然比较脆弱 伊朗和以色列是宿敌 如果美国能够促成以色列和沙特建交 将是对沙伊关系的重大打击 同时也会让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 因此 近期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动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是巴以冲突爆发给了美国当头一棒 在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 沙特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 不为与以色列建交的 二是打乱了美国试图促使巴以和解 以削弱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企图 中国希望中东地区保止和平与稳定 以确保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中国加大了在中东推动求和解 促和平谋发展的力度 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 看到中国才是真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 中东地区稳定的国家 因此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离美趋势 对此 美国深感不安 虽然美国并不真心希望巴以和解 更不希望巴以迅速和解 但为了削弱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美国以促使巴以和解为抓手 进一步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次巴以突然爆发冲突 美国无条件地支持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疯狂报复 随着巴勒斯坦平民死伤的增多 将严重影响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彻底粉碎美国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企图 三是打破了美国试图通过搞印欧经济走廊 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企图 在9月份印度举行的G20峰会上 美国、印度、沙特以及欧盟联手 提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计划 印欧经济走廊 这个走廊将融合从印度到欧洲的铁路线路和港口 途经阿联酋、沙特、约旦和以色列 提供更加快捷的商品运输通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该项目的活动上 高调宣称 这是打破格局的地区投资项目 西方媒体普遍将其视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 美国《华盛顿邮报》更是不加掩饰的报道称 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 意在对抗中国数年来 在全球支持大规模基建项目 然而 这次中东战火再起 让连接印度中东欧洲的经济走廊被拦腰截断 在可预见的时间内 这一计划将难以落地实施 从而让美国遏制中国一带一路的图谋 任重而道远 这次巴以冲突 对于中国来讲是机遇大于挑战 某种程度上说 是可以迅速扭转对美斗争被动局面的大好时机 一是给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升更大影响力 提供了历史窗口 由于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 处理中东问题失去了公平公正的立场 自然美国也失去了在中东地区做调停人的资格 而中国则不然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的那样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我们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 真诚希望看到巴以能够和平共处 实现这一愿景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因此 中国才是中东和平最合格的调停人 中国必须抓住这一历史契机 通过支持联合国提出的两国方案 推动中国始终坚持的三条原则落实 即 第一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二 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 第三 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 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 并起过激和挑衅言行 推动召开更大规模 更具权威 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 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 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 做出切实努力 中国的这三条原则 才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根本 二是为中国进一步团结阿拉伯世界 推出石油人民币打开了机遇窗口 很多人认为巴以冲突爆发造成了中东局势动荡 势必会推高石油价格 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由于在巴以冲突中美国无原则的支持以色列 势必造成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加剧 必然导致美国在中东分裂阿拉伯世界的图谋失败 中东国家的石油绑定美元 是支撑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柱 看清美国本质的阿拉伯国家将会进一步增进团结 进一步加剧离美和去美元化的趋势 这势必会给推动石油人民币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因此 从长期看 这无疑有利于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有利于打破美元的霸权地位 三是为平息海南海冲突和解决台湾问题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 美国始终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威胁其霸权的两个国家 美国一方面通过俄乌冲突消耗俄罗斯 另一方面也在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加紧围堵中国的步伐 尤其是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不断加大挑衅中国的力度 可以说 美国在俄乌战场尚未脱身 又将深度陷入中东乱局 巴以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 这势必分散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精力和实力 可以预见 为了避免三线作战 美国利用菲律宾等在南海制造事端的力度将会减弱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很可能会技术性暂时缓和挑衅中国的力度 但是对中国来讲 这无疑是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时间窗口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可以加大力度抓紧时间布局 维护和巩固我国的南海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无疑又迎来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间窗口 只要我们善于运筹 敢于出手 一定会彻底扫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美国障碍 所以我们参加写的选择